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理者 心灯 读诵者 心音 因为你拥有 你就会很快乐 你要讲出实例 你拿一张白纸给一个人 教他一项一项写 从现象界来写 他永远都写不完 有人问一个禅师 你为什么这么快乐 禅师说 我拥有很多 我当然很快乐呀 他说 禅师 我看你一贫如喜 你有什么 他说 当然有啊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写不完 你拥有的很多 你为什么一天到晚 觉得你是乞丐 觉得很自卑 很可怜呢 因为你就是看不到你所拥有的一切 学佛法 要靠领悟 这是一条围巾 我打一个结 这个结就是你的心结 你要解开这个结 要从哪里解开呢 我是要让你体悟 而不是要你知识的反应 在佛法中 这个结叫做十结 十结断了就是阿罗汉 但是 一般人学佛法都没有针对这里 你在学佛法 常常逃避你的心结 你明明是自卑 你不从自卑下手 却跑去拜佛 你明明就是自傲 你不从自傲下手 你跑去看书 你明明心中就是恐惧 但是你跑去打坐 为什么你们学佛法 进步这么慢 因为你们都在逃避自己的心结 你们要逃避到什么时候 你打结 当然就从那里解开 你可能会问 师父 我有心结 你教我解开好不好 有的师父叫你去修寺念处 你就去修寺念处 有的师父叫你念佛 你就去念佛 有的师父叫你去修纸观 你就去修纸观 有的叫你参禅 你就去参禅 我都不这样教 我只是叫你 哪里打结 就从哪里打开 我讲的都是实战的 而不是教一教修行的方法 这些方法好 不见得适用你 你为什么没有看到你的问题呢 很多话 我们都在讲 但是讲过就忘掉了 比如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爬起来 这些话讲到最后 你已经没有感觉了 也不会开悟 你不会把这句话 抄在你的笔记本中 因为你 当成你懂了 即使你是在自我欺骗 你根本就不懂 你解不开 是你没有剧组解开的因缘 比如六祖坛经你看不懂 那你应该再看 你没有理由 但是再看只是因 还需要缘 书当然要看 但是要好好学习 在生活中看到六祖坛经 否则你是永远都不懂的 任何一部经皆是如此 你不快乐 那就是你的结 大部分的人都不快乐 纵使你快乐 也像天空的闪电 啪的一声就消失了 你也不能常乐 你大概只是偶尔乐一下 但那个乐也是苦 你要有能力 引导你自己 你才有能力 引导你身边的人 而是毫不勉强 你要讲出道理 讲出例子 让他有所领悟 但是 你要适可而止 话不要太多 否则没有意义 你要从这里领悟 你学那些方法 你不能相应 因为不亲切 三十七道品中 谈四如意足 四即是四种 如意 你学佛不如意 你如何学 怎么学 怎么学得下去 足即脚 是定的意思 瑜伽失利论 把它翻作三摩地 即是地 四如意足 第一个叫做 欲如意足 很多人 很多人学佛 一开始 就是要无欲 可是却做不到 你可以有适度的欲 但是这个欲通三性 善性 恶性 无际性 假设不能满足你的欲 你可能没办法学佛 古曰 先以欲勾迁 就是要引导你入门 文后思维 如何才能快乐地学习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赶六组会能大事开示 赶大观师父教会 赶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